大家都很關心這個中台小犬啊 目前的狀況如何呢 來看一下即時影像 雖然目前是藍天白雲好天氣 但是颱風就要來了 而且還在家門口呢 我們來看一下小犬的路徑 目前他的中心位置是在俄羅安比 大概是東南東方470公里的海面上 是以時速13公里的速度 朝著臺灣來前進 目前海情的範圍包含像是 整個東半部的海岸以及巴士海峽 甚至藍雨跟綠島恆春地區 都是海景範圍的警戒區 那麼昨天呢 這個氣象署在凌晨十一點半的時候 已經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 最快最快 今天下午兩點半 就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也請各位觀眾朋友啊 沿海的風浪已經開始逐漸加大了 千萬不要因為現在呢 因為天氣還算OK 就到海邊去哦 不要去踏浪 因為沿海都有長浪的現象 另外呢 船隻作業的觀眾朋友提前進港吧 趕快做好防臺的準備了 至於大家都很關心 這一次的登陸地點會在哪裡呢 按照目前這條路徑看起來很有可能是在 台東的南端以及恆春半島附近 然後在高雄或是高平之間來出海 那麼很多人都在講 這一次的這個小選颱風路徑很像海葵 但是真的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海葵颱風啊 它主要登陸地點呢 是在台東的東河地區 也就是在台東的北部一點點 而且呢 再加上這一次恐怕又有東北季風的影響 會不會這個小選颱風跟東北季風產生共犯效應 讓北台灣呢雨下的會比較多 因為地形作用的影響雨下的可能會比較多嗎 我們都要持續來做觀察 但是您可以看到 在這個禮拜三的凌晨的時候 其實暴風圈就有機會觸及台灣的陸地了 那麼什麼時候會登陸呢 時間點就在禮拜十的凌晨 海風中心將會登陸這個台東的南端 以及恆春半島附近 請大家多做準備 而且這一次各國的陸境看法也逐漸收斂了 什麼意思呢 大家紛紛都認為很有可能在台東的南端 以及恆春半島之間做登陸 我們從風場以及雷達回波圖彈來看看 你看到這個小選颱風 已經在家門口了 距離台灣越來越近 那麼今天晚上開始呢 這個小選颱風的外圍環流 就會逐漸打進台灣 那麼宜蘭地區 可能在晚上的時候就會出現 局部大雨 明天的時候呢 在凌晨喔 東半部開始就會感受到 風強雨大 風雨逐漸加大了 而且呢 這一次要特別注意的是 這個小選颱風環流結構很大 尤其他在昨天一夜之間呢 小選變大選 在海面上吸飽水氣 目前他的七級暴風半徑 已經擴增到了250公里 所以晚間看的時候 他還220公里而已 一口氣增加到了250公里 而且呢 他的近中心最大風速也來到了 每秒45公尺 好數字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也就是說他直逼中台的上限 靠近我們台灣的時候 真的是他最巔峰的時刻 尤其他登陸地點很有可能在 這個恆春半島以及台東一帶 沒有護國神山的阻擋 恐怕對於南台灣以及東半部首當其衝 那麼大家很關心的 颱風的降雨時程又是如何呢 好今天呢 主要是外圍環流逐漸的靠近 因此宜蘭地區 尤其是山區 可能會出現局部的大雨 那麼其他地方呢 是晴時多雲的天氣 那麼溫度呢 可能略降一兩度左右 但是真正影響我們台灣的時間點 是在禮拜三 禮拜十這兩天 影響最為劇烈 那麼禮拜三的凌晨的時刻 整個東半部一帶 首當其衝 可能會出現 豪雨以上的等級 另外北部還有中部的山區 以及南台灣 很有可能出現大雨或豪雨 實際上他等到禮拜四的時候 南台灣一帶才會感受到 風雨逐漸的明顯 也就是他過了這個巴士海峽 來到台灣的西南側的時候 這時候南台灣的雨就會變大 另外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隨著他逐漸接近 甚至登陸台灣 因此北台灣的雨是 在禮拜十的時候 風雨就會逐漸加強 另外到了禮拜五的這個時間點 凌晨的時刻 這個小蠢颱風逐漸地出海了 但是出海不代表雨就會停喔 在這個下半天的時候北台灣以及南台灣 更要嚴防雨勢都有機會出現局部大雨 那麼另外風的影響其實也蠻大的 如果以今天來講的話 隨著這個小蠢颱風逐漸靠近 來看到的是紫色以及紅色部分 風雨都會蠻強的 那麼另外您可以看到 其實基本上在這個台灣海峽這邊 等於形同一個俠管效應 紫色跟這個藍色的部分 就是風雨最強的這個時間 也就是整個西半部都會感受到風的影響 我們從風場變化的數字來看看 今天首當其衝在晚上開始 藍允跟綠島可能就會感受到 10到11級的強陣風 另外整個西半部包含像是桃園到雲林一帶 可能都會刮起8到9級的強陣風 另外在今天晚上 讓颱風越來越靠近了 因此整個西半部的風也會加大 甚至還會升級來到了9到10級風 那麼防範的範圍包含像是 桃園到台南一帶 橫川半島還有澎湖地區 晚上開始9到10級風 因此請大家趕快做好固定招牌 還有把陽台的這些花 或者是植物趕快移下來 做好固定的工作了 另外沿海的長浪也不可不慎 那麼從今天白天開始 這個基隆北海岸 東半部 恆春半島以及馬祖地區 浪都會增加有長浪的現象 但是到了明天開始白天 可能東半部以及恆春半島 都會刮起6米的長浪 接著帶來更新北台灣的 未來整個禮拜的溫度趨勢了 未來這整個禮拜 因為受到了小雪颱風的影響 你可以看到禮拜二 一直到禮拜四 溫度略降下雨的關係 還有東北季風的影響 因此溫度來到28到29度 之後才會增加來到31度 中台灣一帶今天早上 甚至今天一整天 都是晴石噸的天氣 因此溫度感受上也比較溫暖 來到了33度左右 但是隨著這個小雪颱風要來 因此溫度略降來到31到32度 這一次呢 中台灣的平地算是影響比較小的 但是山區依舊要防大雨或者是豪雨 南台灣一帶 好 目前看起來呢 早上的天氣還算不錯喔 溫度來到33度 但是禮拜三禮拜四 這個颱風來襲 因此溫度下滑來到30度左右 東半部呢 好 東半部的時候呢 宜蘭地區晚上的時候 就會感受到間歇性的風雨 不過早上天氣還算OK 那麼未來這整個禮拜的溫度 大概是30到33度 也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了 提早做好防台準備 這一次的小雪颱風啊 真的不是太友善的喔 以上是這一節的天氣資訊 立刻下載靜新微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